前面的黑人老板起了车桌消遥 哈喽大家好,我是姚总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黑人的这个聚集区这边 后面呢就是那个什么高铁了 火车了,他们都从上面过 这边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黑人最多的一个地方 黑人上下站都是这个地区 麦当劳,美国的麦当劳 外貌上层今天好像是 还没有开门 不过这个餐厅是天天都开门 没见过号价 前面呢还有一个特点 这边就是那个什么外貌 这个外国人也很高的 这警车我都没见离开过 前几天就看警车在这 今天还是看警车在这 天天这边都有警察 今天的话 你看 这边的话 这个上层什么的还是没有看门的 只有一些那个小店铺有的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 但是你看就这个外貌上门他没有开门了 就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餐厅呢 他是开门状态的 其他的话好像都没有开门 这个公交站台呢也是黑人最多的一个地方 这些人你来点上下车很方便的因为从那下车的话那边就是外貌上城了 还有这边这边也是给黑人服务的 我全是给黑人服务的 东北脚子管这边 这边的话就很容易遇到黑人了 这边这条路的话就是红地东很多 这边地方红地东都在那边那边也是有黑人的 这边还是有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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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元圈这边就去 这边不去 这边不去 往这边走的话 不是那个什么黑人的出入口 前面这个检测把手 前面就很棒 前面的还有个黑人 这边呢是开火车 就是火车通过的地方 往这边一直走就是这个什么 恒安路往这个同心路这边走 就是非人的进出口 这边呢是一个广州老干部 哇塞这个牌就成那样了 不知道是刮的还是撞上面 你看那个指示牌 其实成那样 大家看到没有广州 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就是不管是指示牌还是wc 他都有英文 那边还有两辆巡查车 这的话也是有英文变的 转来转去直接就能照合 进入路口就是能绕到黑人进去里面 你看这里面也是可以进的 是个小区 是个小区的东西 这边的话你看还有那个什么 外奈娃肯德基黑人会喜欢什么 这个广州最小的地方 前面都可以拿着骑着车多消遥 明天现在是下午 看着人也不是科学多 看到没有 这边你看什么英文餐馆都来了 这边还有那个卖鞋的什么 对 这边就是还没可以 前几天看这边关门了 现在还是关门了 没有可以 还有个眼睛店 可能早上就是这种白天 或者就是下午的话 下午的话稍微正 就是上午的话基本上没有 下午呢 那就算了 大概就是夜生活非常的丰富 就他差不多 就可以了 怎么都很正好 哎 不过还是有很多这个猪行的 不要是前沿地方 就是这种猪行的 都是中介 上面的话你看人更少 更有什么存在 下面那条主街非常多 你看这边 相对的来说的话 一般很少 什么人 什么人 街走过来 是到了这个学校这边 之前的时候 五六月份我来的时候 这边那个黑人还很多 现在不到为啥 这个下午人也比较少 就这种黑人什么 他们都没看到人 估计这些老黑也是怕冷 也懒得出来 他们晚上出来的话 估计跟他们 他们那个作息习惯有关 中国白天他们那 黑夜 中国黑夜他们那白天 所以说是颠倒的 可能是由于这个习惯性 也就是说睡眠的这个 习惯的他们就选择这个 晚上出来活动 也就是他们非洲的白天吧 但这边就没有黑人 是不是 没有一定 需要更感觉的话 这些黑人呢 有可能就是 他们一呢 是就是习惯晚上出来 也就是他们作息 在非洲的话 你看他晚上的话 是他们非洲的白天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边的话 这几天有点冷 可能的话是他们觉得白天冷 晚上的话就是出来 后来就是那些外冒城了什么的都开门了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 下午的话 这个气温的话肯定是有所上升的 所以他们习惯 下午到晚上出来 下午到晚上出来的话 他们就是去外冒城 拿货发货 他们就做这些事 大部分的黑人就是从事相关的这个工作 后面那条街市呢 下来呢 就是我住的地方 就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这本来就是一个 大的区域 就是里面呢是长中村 也就是这黑人这一区 外面就是这样的大马路 就是这样 东西就是这样 今天的话 那个开门的话也是不一样的 说什么那么小呢 哎 这大爷的这个自行车 用这个手刷的话 他那个可能是生货了 东西挺大的 你说路视频怎么这么快的生货